东方巨人马云阿里巴巴最新科技,领先世界100年 马云的存在,本身就是网际网络的一个奇迹,马云的奇迹,激励了无数创业中的热血青年。 阿里巴巴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树,马云就是屹立在东方巨树上的巨人,他的目光已经望向了全世界,望向了未来。 近日来,从阿里巴巴自强不惜研发国产晶片,到阿里云LAOS自主系统经验天下,马云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一个大企业要如何有大担当。 但是,阿里巴巴的脚步从未停下,既然要改变,那就改变整个世界吧。 让电影变成现实。 阿里巴巴 LAOS在前阵子重大宣布的AUTO CIRCLE,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更便携的智能驾驶体验,还有最强大的功能——空间荧幕。听名字就够科幻吧。 什么是空间荧幕?就是在没有荧幕的场景下,直接把图像呈现给最优秀的你。大家是不是想到电影里的画面了? 阿里巴巴这是掌握有黑科技啊!很好很强大! 颠覆社交 马云曾经不止一次,要让支付宝宇社交合二为一,现在这一天终于要到来了。 在一二线城市,约虾共享约会已经刷爆了朋友圈。 有消息传阿里巴巴将全资收购约虾共享约会,在芝麻信用下,约会双方不仅可以有约币到,还可以设定约会赏金,约会成功就可以收取赏金。 据悉,支付宝的约虾内测用户已破九千万,既可以现身共享,又可以享受他人共享,马云这时要用共享思维再次颠覆社交了。 三地虚拟式衣镜 天猫式衣镜这个产品不得不赞,普通老百姓都用得上,是阿里巴巴最新发布的最实用的产品之一。 买衣服的时候,只需站在天猫式衣镜前,就能看到衣服上身后的效果,随手一画就能更换衣服,还可以记忆下你的绝世容颜,轻轻松松跟你试穿过的衣服做对比。 马云不仅让我们购物更方便了,连试穿衣服的苦恼都帮我们解决了,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十一间糗事了。 天猫式衣镜广受好评,被网友评为领先世界一百年的黑科技。 马云真是精彩绝艳。如果说百度是让我们获得信息更便捷,腾讯是让我们游戏时光更欢乐,那么马云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 这个玩电商,玩支付的男人,玩起科技也是毫不逊色,大企业家要像马云一样有大魄力,马云一生不弱于人。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